大家好,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2月10日星期三的下周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先生,还有我们的澳洲红仔饼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们的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朋友好 请大家赞订阅我们的影片 留下留言,最重要是订阅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整香煲浪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了,要讲一下这些叫做政府和区议员也好,议员之间也好的事 就是关于这个叫做突击封区,或者叫做检测那些 当然啦,一开始封了都有一定的范围啦 还要是封了前前后后两天啦,又罐头,这样那样啦 至这一次之后呢,其实啦 你说要真的有什么东西用来再说政府,还是怎样呢 罐头,或者野食那方面呢,说到第二次呢,第三次的叫做 这样的突击封了之后呢,已经没人再说了,也都没说再吵太多 有关于那个执行上,时间上的东西啦 已经没再说这些啦,那这是一件事啦,后来呢 可以说整件事啦,都市民的反应呢,都不是说叫做太大 只不过呢,是有部分的媒体会宣言 哦,就是有一些人不能够进去也好,或者怎样都好 就在那儿骂政府啊,或者骂当时的工作人员也好,还是怎样都好啦 将他们一些粗口也好啊,或者很情绪性的说话也好啊 将它放大啦,那等可能有些人就会,咦? 咦?最紧要啦,他们最喜欢的香港媒体,是报忧不报喜的 嗯,没错 就算报喜啦,最有多差,搞多差,就有新闻组嘛,可以卖纸嘛,还可以拿线款,筹款 当然啦,就是呢,纵略合彩,纵了金波布的呢,他纵了一定你会骂的嘛 啊,为什么不是我纵的是他,怎么搞错 哦,可能到时一些新闻就拍这些,中了金波布之后,隔了十年八年之后,很折舵啊 那些人可能听到很开心啊 当然啦,我不是说这些人黑心啊,只不过是呢 那个感觉上呢,那个心理上都会平衡一些,还是怎样的 那这一件事我们不是说这些啦 好啦,那些什么区议员啊,尤其是那些公民党的肥仔余德宝啊,还是怎样的呢 也都在吵啊,这个肥仔呢,我也挺看的 啦,虽然他的样子呢,又不会说好,就这样看他的样子,不是说好黑人憎恨的 但是他说的话呢,是极度黑人憎恨的 好几日前呢,就说政府啊,什么 什么封区这些决定啊,不能够服众啊 又问,想问一下政府玩够了没有啊,还是怎样的 玩啊,这些不是玩的啊,还有啦,封区这些,不是要服众,最紧要呢 现在呢,不是一个民主选举啊,投票还是怎样的,最紧要呢 是不要让这个19再去扩散,这是一件事啦 好啦,政府呢,其实已经昨天的时候呢,林郑都宣布了啦 新春期间呢就不会有这些叫做封区的啊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愚得肥仔愚得宝,玩够了嘛 是吧,那如果来着跟你说,喂,呃,来着了,农地伸延期间呢 就不会有这些特杂式的封区的,那你就应该要赚政府呢 肯定不会啦,那你又没有啊,哦,多谢你,终于你玩够了,我们成功争取也好,什么都好 现在呢,这些人又不出声,其实都相当可惡的,是吧 那肥仔愚得宝的时候说呢,喂,啊,封的地方,越封越小,检测出来就越来越少人 啊,玩够了没有啊,这些正常的逻叉,是不是 你封得这么少的话呢,是不是应该会找到那个案例呢,会更加少呢 其实呢,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莫非他想一封,强制检测整栋楼,研一千五百个人,要研到整五百个啊 那你就更害怕 可能甚至乎想要一千了,真的,是吧 嗯,那继续要说回啦,那政府现在说,新春天一不封区 其实,某程度上啊,可能是见那个叫做,啊,数字那方面呢,某程度上是有回落了啦 嗯,还有,也都可能觉得,咦,市民方面呢,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律到呢 如果真的没有那个叫做,迫切性的话,没有那么大的迫切性的话 是不是真的可以叫做暂时,可以,呃,新春天一,不要影响到市民太多了 可以说叫做给一个,呃,人情大家啦,或者可能有个弹性啦,让大家不要,哇,真的到时,啊,突然间说封就封的 有些人可能打通,就是逼着打通宵麻将在里面,是吧 或者鱼虾蟹啊,不是吃鱼虾蟹啊,玩鱼虾蟹啊,还是怎样呢 在那玩足一晚啊,还是怎样呢 某程度上是的,虽然放假,喂,但是现在香港人呢 很想把握这个新春军军军军军这几天啦,就去玩餐饱啊,呃,做得,就是有些什么做就做得最好啦 嗯,一定要出街吃饭的,六点半打后,六点打后就不出去吃嘛,是吧 只有糖吃那方面就不可以啦,那可能大家都有很多活动啊,大家开心心呢 都是一个好事来的啊,那当然啦,不会有人赞之外呢,还会有人踩到两句啊 那就是这个叫做国配饭,国配饭啦,他说什么呢,我们稍后再说啦 我见到呢,这个《洞房日报》呢,是吧,立刻又拿出来骂哦 啊,什么病毒会过节的啊,香港政府竟然新春不封他 哦,那又又... 封你又骂,封你又骂,喂 那你想怎样呢,是啦,就是停几天,就是觉得那个事情缓急那方面可以停一停 还是怎样的,你又骂哦,那这一栋房呢,又在那里拿啦,又骂,特击之下 啊,难免呢,有很多不少的事情呢,都令到很难解决的,还是怎样的 又说有市民,拿着钱的时候,就被困在活桂圆基范围 有些人就说什么探访朋友之后呢,两夫妻被困,走不掉 啊,被困在朋友那里缩一笑,有些人呢,又说染了个发,染了一半呢,包着保鲜纸走了下来 真是惨过造册啊,什么看无缘夫啊,又说怎样这样那样啊 又说有什么40人呢,被困在店铺里面打地铺,又说是惨过走烂,这样那样啊 喂,是的,你要突击的话呢,真是这些呢,就无可避免的 如果相对地呢,整个香港那个十九个问题好,或者怎样都好呢 少得一个传播链呢,那当然少得一个最好啦,是吧 那当然啦,发现不到,你又吵,发现到,你又说,哦,因为他们没有管理 那个,对于卫生环境方面做得不好啊,还是怎样呢 所以又传播,还是怎样的,我看一栋房都很有趣啊,很喜欢呢 那经常在那些后巷那里拍,他们拍到一只Micky Mouse就会很开心的 他,洞房很喜欢做这个标题的 这个标题啦,肥佬礼啦 是的,肥佬礼啦,南亚啦,南亚人啦 上海歌啦,长期有啦,你上去的动望那里看 跟着肥佬礼啦,这都是啦,是吧 下来去都是这几位人兴的啊,其实得罪了他们这个动房日报呢,都挺麻烦的啊,是不是 就是整天拿了一张照片,用完又用,用完又用 上海面呢,出回来的时候呢 上海衣面啊,因为他好像头发够长嘛 头发够地中海的嘛 对,地中海啊,还是怎样的嘛,都是看到他啊 如果出回来呢,希望可以有一些生发水的广告去找他做一下啦,其实都ok的啊,是吧 那现在呢,又变了呢,洞房呢,又骂了一个啦,又骂了下去啦 那即是你想去检测,还是不检测呢 是吧,就是检测呢,你又骂他 骂他,检测,阻止人 劳民伤财啦 劳民伤财啦,即是如果现在说停几天不检测的 你说,哦,那些菌会放假 都要过新年 那你想怎样呢 那不如这样啦,倒这几天啦 好吗 倒这几天,看下会不会大反人才骂啦,好吗 如果你说呢,政府是不是没有数据呀,或者没有专家,还是怎样呢 我觉得呢,一定不是啦,是吧 猛将如云,一定是做足了这个计算啦,和那个风险 风险评估呢,才会有这个决定的 大家也没想到政府这么矛盾啦,好吗 那要继续讲一下啦,那政府呢,如果你问我呢 我都依然相信呢,政府是会有一定的数据 和专家的意见,再加上风险评估 好,才这么够僵呢,出来和林郑说哦 和大家说新春期间,会暂停的,大家不用怕,不用派大事 最怕的是搓三尺口那些呢 如果一遇着风区呢,真的还骂得比较多 还更加粗口,鱼蝦蟹,还是怎样 那一件事啦,那希望呢,到时上头珠香呢 好像改了嘛,今年头珠香那里,是吧 改了是,嗯,那希望夏卫伊呢,去帮大家呢 帮香港啊,上头珠香呢 为香港旗下福啦,那可能会更好一些啦 夏卫伊穿衣哦,就是每一年啊 你知道他扮到 我就觉得人家,阿欧乐軒好朋友来的 夏卫伊,他就说他很cute啦 但我新年来来看到他,我就可能有点害怕的 可能自己不小心是中那些什么什么眼的,阴什么眼的,最怕的 哦,这样,是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评测的 我不知道 真bc 家里有没有ipad啦,如果你有ipad呢,因为手机不够大 你把王夏卫,最新今年那个牛魔王的造型 下载到ipad上先,跟着呢,打开给你个儿子看一下,如果他哭的呢 哭哭的呢 哭哭的呢,即是,代表这个牛魔王的造型呢 是惊客多个,可以令到大家和谐的 那其实夏卫伊呢,就不需要去到 那么紧的,这些造型的方面,是吧 上面头珠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讲个心意的,是吧 有时候去一些庙,什么拜祭的那些,最重要都是那句,都是个心意 继续说回,刚才我们说了一点,买了一点瓜子的,就是这个郭佩帆议员,他有些果然是博士上身 他说,新年本来就是很多店铺会关门的,是进行这个全民检测的理想时机,但是政府似乎不是这么想 他又说,有街坊反映,认为政府的说法匪夷所思,反问是不是病毒在新年期间不会传播 他本人也认为,政府已经表明,不会封区,是不科学,如果到时有地区爆疫的话,政府是不能够不采取措施的 强调会根据科学的判断的,这里有一件事,如果新年很多店铺关门的话,就是做全民检测最理想的时机 山门是为了什么呢?放假咯 还有什么呢?就是拜年了 如果你叫全香港人今年不要去拜年,不要去逗礼士 有时候要骂我,什么骂呀?分为了起义呀 帮你开年啊!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开年? 知道,当然是 开年也只是帮你,还要你穿白了,走来跟我检测 这样检测,你说是不是要开年呢? 要说回这些,关了个铺,不等于他们是完全留在家里的 是吧?有样东西,你想做检测 是不是要尽量多些人,接触面多些 就是检测的人越多越好?是吧? 那你才可以找到这个患者的机会大一点 是不是? 还有找得多些出来,对整个社会安全一点 他刚才说的,好像有为常理,葛博士是吧? 是呀,这个不行了 不如这样吧,我跟他说 其实你不要,你不用跟政府说 你跟你的亲戚朋友说吧 年初一,我们一起做检测,好不好? 你问一下你的党友,行不行? 你说,那个全部,你只是问 那些什么叫做,那个叫什么? 20元张? 张宇仁 张宇仁那些,问一下你肯不肯 你不要去见那些老板,不要跟他们拜年 留在家里去检测,行不行? 坐这些都傻了,没可能的事 你应该会回你一句 少你配饭,不是少你阿爸 不要理他,检测,快出去吧 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大时大节那些事 大家都希望是可以去开心心 大家都明白应该会做出那些准备功夫 还是怎样的 他非不得已,真的爆得太厉害 有得法的情况才要这样做 嗯,相信政府方面是会处理好他的 就是说得出呢,不是乱这样说当秘笈的 就是不科学咯,那就不会不科学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想咯 这个就,我有些保留 对郭博士的那个,他的高见 那我们暂时,这一节就先说到这里 那这班人呢,都是那句话 随口说当秘笈,看饭吃饭 可能觉得,骂一下政府又开心的 又拿到眼球的,那就继续骂咯 那有什么所谓呢 因为他们没有成本 因为他们没有成本 就是到时呢,政府呢 那些人员在那里检测,拉了东西 拉了东西,起了帐篷 摆了一些资料,设备在那里做的时候 你就在那里骂,那当然是容易了 对于这样,大马尔没有试过呢 因为大马尔那些厨艺都很好 大马尔煮的那些面,河粉等等 你以为出了街吃? 咦,你出了街吃? 原来不是大马尔自己煮的 大马尔煮的那些,我以为是餐厅做的 有放些虾,那些菜,做得很漂亮 还有这个芫荽 材料不一定是奢侈品 但是看得出有心意的 这个摆盘,这叫摆盘 那些摆盘之类的那些,就完全好像是餐厅 就是那些出去吃的那些水准 味道不知,这只是一件事 但是,要等于这样,你在煎蛋的时候 喂,你翻啦,快点翻蛋啦,焦啦 焦啦,焦啦,焦啦,焦啦 焦那边呢,熟蛋啦 然后,剝剩虾味嘛,虾味没有剝殼 但大马尔喜欢整只剝了 喂,我一路弄,你一路旁边不断吵的话 不如你弄啊,好吗 你不是来弄,你不是来煮的 不断吵吵吵吵 就是这样解释 很烦的 吵的一意啦,又不用你煮 是吧 你不要吃啊,你 但是这帮人呢 他们是会吃到 如果社会回复稳定 或者检测有成效之后呢 他们会吃到社会的成果 其实这帮人会吃到 基本上可能到时的 叫做立法会选举啊 还是怎样呢 喂,他们到时就可以了 到时可以有得选 是吧 那好吧,今次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